好了 歡迎來到第二場的比賽 那這場會是由Mokei來對上卡瓦諾 兩邊都是被搬掉一個主力 Mokei的戰技你也看到了 五勝三敷作為Margo隊最強有力的選手 這一下是必須要被針對一下的 那卡瓦諾這裡是同樣遇到一個問題 他被下掉了柯林必須要打一個毒藥 那毒藥打加米又是一個相對不利的對局 那在這個對局當中 我覺得他的頭頂要被爆開花了 沒錯 加米從天上來的進攻 毒藥幾乎沒有辦法 現在卡瓦諾的課題是出這個版邊 中角又被點 EX空間這樣一波值得交換位置是出來了 毒藥可以在外面再浪一會兒 浪的時間不會很多 因為加米的進攻過來很直白 直接兩個錢錢到臉上 加中角把這裡VT交了 這時候卡瓦諾有一波傷害的爆發 但是他得找到機會打出來 錢錢以後又被對手抓了 那看起來這個對局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話 按照這個局勢繼續發展下去 很有可能是一個2比0 所以錢走又給一個頭 中拳打到卡瓦上一個單發的確認 臨場的應變還是很強 在這裡如果連別的可能會連不上 但地界一定是非常穩的 現在到了第二燈 上來卡瓦到這邊 直接送了個大禮包 Moke這一波禮包送了其實 無傷大雅 無傷大雅相信我 所以對局利回很快會像加米這邊一面倒的 聽到沒有點中有點小虧 本來可以落下來直接強折一波戰力 這裡又選擇EX空間直接搶查 而且這個對局已經非常的明瞭了 那Moke這邊只選擇用空間 或者直接跳進來來跟你打 地面我都省事 對吧你地面打了還有可能會有風險 那如果從空中切進去幾乎一本萬利 現在卡瓦諾這邊真的想要翻回來 他得依靠一點東西 就是預判的一些對空 他用這個鞭子直接往天上拉 但是對手這邊又逼得太緊 哎來了 這裡有個機會用VT拍照定格 拉回來再擇一波 這裡又被搶了 又被搶的話這一波進攻 哦 直接是起身搶招還搶中了 判斷到對手壓起身可能會壓偏 不如搶一波 Moke這邊手上的VT好了完了 這一波直接被踢中以後 落下來還要再擇一次 哎 這裡輕攻擊是打中了 想直接投 要是被防住的話還投得到 來這裡EX過去 哎這裡中了嗎 哎呦 太難力 這裡起身最後的反抗 就是說被逼到沒有辦法 逼上絕路了這個點上 Moke在這裡很冷靜的防了一手 對手手上有些在關鍵點的處理上面 不如防一手 對手起身也就最多一個搶招嘛 他不會來投你的 對吧 投的話直接用延遲拆一下 就解決掉這個問題了 中全聯打四下 中角命中給康 哎呀 嘉敏這角色其實打一些有力對局的時候 這個有力點會被拉得很大 小龍一個對空 青鳥又抓你一個後後 再跳一下自己到逆向 這一下逆向前前再過去 對手暈點很高 他只能選擇防守 最後 這個空間打高了 搶到一個點上可以出來 還是有空間只能搶前 你不講道理 流氓了 哎呦 這個對局我也打過很有體會 就是你打嘉敏的時候 如果你的力回血平 或者是你的角色不佔優的情況下 那嘉敏打你就不把你當人打了 你就為什麼小孩非常喜歡用這個角色的一個道理 好吧 就是滅菜無敵 來EX空間再來 直接硬打 忠權又命中 這時候卡瓦諾的精神已經被打崩了 已經有點患散了 眼神上面已經失去了光網了 連點鬥志都沒有了 那這樣的話 卡瓦諾這邊輸掉了以後 某可以成功的幫自己的隊伍贏回了一分 雙方要打一個總大將戰 大將戰會比較有意思的點 上面呢 是要由MOV來對上梅老闆 梅老闆而且是鼓獵放出來的 又是一個順利打鼓獵的對局 經典的鼓獵有力對局 如果不出現太大的意外的話 這次Marco隊應該是無緣季後賽了 好那我們準備進入到下一場的比賽 當你看到這的時候 說明你已經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為了一名具有國際眼光的國際型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視頻 那你只能是喜歡我的對不對 那就更加要訂閱我的頻道